电脑科考试传攻略 今次这段影片是关于电脑科的考试传攻略 我们未正式去看如何去准备考试之前 我们一起先看看我们学校的电脑科课程 我们学校的电脑科课程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年级,就是采用校本电脑课程 去到二至三年级,我们同样用校本选择主题的形式 去选购艺行出版社的电脑教材 去到四至六年级,我们参与了 财卖会运算思维教育计划的coolthing计划 最后,今年我们还会加了一本叫做 校本中文输入法学习策的教材 至于电子平台方面 一年级,我们会用到包括 四至六年级用到的coolthing学习平台 五六年级用得多的app inventor网站 以及四年级使用为主的scratch网站 除此之外,我们学校也有设计到 翻转教室的教学频道 所以同学除了上课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渠道去学习 关于电脑的知识和操作技巧 在一年班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 电脑的硬件知识和操作 当中包括他们在学校看到的个人电脑 以及在学校以及日后 假如他们参与电子学习班 会用得多的平板电脑 我们学校主要是使用苹果公司的iPad 所以他们的操作平板 主要是学习操作iPad为主 除了是学习电脑知识 也会学习文字输入 透过键盘,他们会接触到实体的硬件键盘 以及在平板上的软体键盘 到了三四年班 教学的内容也会包括 网络服务的应用 我们学校就用了很多Google公司的 网上服务 当中就会包括 这个办公室的软件 即是打文字 Google Doc 做思算表的Google Sheet 还有这个是用来做简报用的Google Slide 随此之外 同学都会学习电子学习服务的应用 当中就会包括这个医学读服务 就是用来看网上的电子书 随此之外 就是电子学习用得很多的Neapod 以及Cahoot的教学平台 到了高年班学编程 主要就会由浅入心 由基本的动画制作 到高年班就会学习手机 平板 应用程式的制作 就是自己学习如何写APP 在课外活动方面 也会透过编程 学习使用如何控制机械人 除了一些知识和技能之外 其实我们都很注重资讯素养 因为你懂得使用电脑 那些就是关乎技巧 但是你能不能够善用你的技巧 用你的电脑知识 用你的电脑技能 去做一些有益自己 有益社会的事情 当中就会涉及资讯素养的部分 我们首先一起看看 主要是希望同学能够善用资讯科技 当中就会包括一些主题 例如如何善用网上社交平台 在互联网上 认识到朋友 可以和别人不受地域疆界的限制 去联络是一件好事 但是假如同学是不懂得善用的话 不但不能够达到善用的初衷 更可能会为他的生活 甚至为社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资讯素养都会包括这些方面 另外 懂得如何去控制自己合适地使用 网上的服务、平板电脑 不要有沉迷的现象出现 这些都是资讯素养会包含的内容 接着我们就一起看看 这个评分的准则 电脑科就会用这个 级来表示它的成绩 就会分成ABCDE五个级 这五个级是如何计算的呢 当中就会有进展性评估 除此之外 就会包括课堂的表现 以及电脑的知识 课堂表现包括秩序分 即是说有没有听老师的指示 离开课室去电脑室 或者落了电脑堂 回到课室的途中 秩序表现好不好呢 这个就会是关乎课堂表现的部分 电脑技能的部分 可以说是电脑科的核心内容 就是同学懂不懂 跟着老师的指示 去完成基本的操作 有些部分 如果同学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 制作成品 这个也会是加分项 最后这个电脑知识 电脑知识 就会是包含了一些非操作的知识 例如可能会说一下虚拟实景是什么 或者AR、VR有什么分别 什么叫做人工智能 这些都会是电脑知识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也会包含资讯素养的内容 如何分配 大家看到这里写着 平时分佔40% 当中包括刚才有说过的课堂表现 除此之外 也有刚才说的第三个部分 电脑知识和资讯素养 这两个部分加上佔40% 所以如果上课有好的表现 留心上课听老师的讲解 其实这40分是很容易得到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进展性评估的部分 我们每个学期会进行两次的评估 每次就占30分 所以我们一个学期分为两个学段 其中考就是第一个学段 期考之前的时间就是第二个学段 我们到期考的时间 才会完成两次的评估 再加上上面的小測 最后会计算课堂表现 然后将三个部分的总分加起来 构成了同学最后的电脑科 拿到什么成绩 一个评估的例子 我们在这里拿到一个小1的评估内容 来做例子 跟大家讲解一下 电脑技能的60分是如何来的 在这里大家会看到 上学期分成两个学段 第一次的评估就是在第7至第8周的时候进行 第二个学段就是在第13至第14周期间进行 但是这两个时间就不是固定的 要视乎教学进度 所以这两个时间只是用来参考 在这两个学段的时间期间 在课上就会观察同学生能不能够做到这里的要求 例如 就会看同学生能不能在iPad里找到笔记宝的软件 然后也会考核他能不能用这个键盘输入文字 除了用键盘之外 因为课程里面也会有教同学使用语音输入 所以这个语音输入的部分 都会是评估的一部分 接着下来第二个学段 会考的就会包括 用这个笔记宝进行录音 以及会加入这个绘画的部分 以至最后能不能用这个平板电脑进行拍摄照片 当中会有一些细节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考核内容的大概 中间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当日老师会和同学仔细地讲解 所以大家会看到 当完成了两次的评估 这里你就会看到六个细项加上就是60分 包含所有电脑技能的考核部分 再加上20%的课堂表现 和最后这20%的电脑知识 就会构成100分 也就是同学电脑总体分数 在这里最后就讲个总结 其实学校的电脑课程并不是很困难 同学要做到的最重要就是上课留心 因为老师在课上会一路讲解一路示范 所以耳朵要专心听之外 眼睛也要看着熒光 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听着老师的指示 因为电脑操作很多时候涉及很多步骤 如果同学跟了一个 就不跟另一个步骤 可能去到第三、第四个步骤的时候 就已经不知道老师刚刚说到哪 做了什么 所以这里也要加上提醒同学 就是平时上课的时候一步一步跟老师做 就算他做得比身边的同学快一点也好 他也不要太快自己去试不同的操作 因为这样很容易跟不上老师的指示 最后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叫小朋友 课语用电子学习的平台和资源 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本 课语用电子学习的平台和资源 除了可以学到课语上 可以找到一些适合自己自学的部分 回到教师频道 首先第一件事大家要去到我们学校的校网 在搜索里已经有了 网址是www.keioi.edu.hk 然后去到校网 大家就可以把滑鼠移到画面上半部 我们就去找这个机会翻转教室频道 输入student 在密码上我们就输入keioi2016 然后我们就按登入 我们就会在画面中间的位置 就会找到有电脑科 我们点算了 大家就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可以给同学在家复杂 亦都可以给同学自学 所以大家记得叫小朋友在课语的时候 就可以多点去这个翻转教室频道 不单止有电脑科 还有很多其他科的教学短片 好,那我们今次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 拜拜